我是原住民 我要參選花蓮縣的縣長 剛剛好 一句話引來台下熱烈掌聲 民進黨花蓮縣長候選人Glas 趁著選前最後的週末 選在花蓮自由廣場舉辦造勢活動 現場再度請來副總統賴清德助政 選民情緒更是激昂 而Glas是今年唯一 也是民進黨首次推派 具有原住民身份的縣市首長候選人 Glas認為今年花蓮選戰可說是也具意義 今年如果有原住民當縣長 在花蓮會是一個族群的平等 多元文化的價值的展現 而且我們會一年比一年好 而且我們會一天比一天 更加的學習如何成為新的花蓮 除了是兩位女力大車拼 Glas的原住民身份也引起各界關注 尤其在全台最多原民人口的花蓮縣 就有學者認為Glas的原民身份 或許能讓他從不同角度思考憲政 我們很可能是因為這個文化的親近性 或者是我們很需要一個更了解原住民政策的 這樣子的一個縣長候選人來出來 多提出一些有關於原住民的政策 或者是說在全縣進行全縣民的這個政策的時候 也思考到原住民的不同的情境 仍然花蓮原民人口全台區管對選情看似有幫助 但算算原民人口比例卻只有三成左右 又碰上強勁對手徐政衛 這期間也推出文化建設等原民政見 包括落實原民文創館 逢雨計畫等等 花蓮這場女力爭霸 雙方各具優勢 選情更是物理看花 趁著選情黃金州各自展開最後衝刺 原市新聞阿拉斯許家榮 江明仁 花蓮縣台北市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